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继续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八节一起来领修 这段经文是讲到一位耶稣基督的先锋约翰的出现 我们把经文先读一次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 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拆祭司和立位人到约翰那里 问他说你是谁 他就明说并不隐瞒 明说我不是基督 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是以利亚吗 他说我不是 是那先知吗 他回答说不是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 叫我们好回复拆我们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修植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猜来的 他们就问他 你既不是基督 若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 为什么施洗呢 约翰回答说 我是用水施洗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 是你们不认识的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这是在约旦河外博大里 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 记载了约翰的出现 他的确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在别的福音书 其实也有记载了约翰 而且也记载了约翰 那一个时候 其实影响了很多人 很多人都涌到约翰那边 接受约翰的洗礼 我们可以想象了 这么多人来到约翰那边 哇 他是非常popular了 对不对啊 所以犹太人就猜人来问 到底你是谁 我们从刚刚的经文 这个对答里面 就可以猜想一些 经文没有写的背景 因为问的人说你是谁 一般人就会回答 我是某某某了 不过约翰的回答很奇怪 他说我不是基督 人家问你你是谁 也没有问你你不是谁 他说我不是基督 然后又说我不是以利亚 然后我也不是那个先知 问的人真是一头雾水了 人家问你你是谁 你怎么会回答 我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呢 显然在那个时候 这个人群之中 有人传闻 有人推测 哇 约翰可能是基督 哇 约翰可能是以利亚 哇 约翰可能又是什么先知 所以约翰的回答 不是告诉人他是谁 是告诉人他不是谁 为什么呢 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因为约翰是先锋 我们知道他来的任务 就是下面他自己讲的 就是以赛亚书所讲的 在旷野中有人声喊着说 这是为要来的弥赛亚 做见证的那个人 那个人的任务不在于高台自己的身份 而是在于高台基督的身份 这个叫做先锋的工作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某个层面我们也好像约翰一样做先锋 因为别人可以从我们的口中 先认识了基督是谁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有两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 第一个 约翰认识自己 不是谁 所以就不会抢夺主的荣耀 我们的工作不是高台自己传自己的名声 我们的工作是传耶稣基督 认识自己就会产生对自己正确的定位 第二 他非常尊重主在他身上的托付 他就是要做旷野中发生的那一位 旷野是指人生没有方向 没有道路 好多人的人生情况真的好像在旷野中 让我们成为别人心灵旷野中 发出基督呼声的那一位 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 愿神使用你也使用我 平安 各位看了今天的内容 若是你喜欢 欢迎你回应 欢迎你介绍给你的朋友 一起分享 更欢迎你按上小铃铛 并且订阅 使得我们可以继续保持族里的交通 今天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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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